影帝吴振宇跟胡定心、黄德斌8月19日一起现身香港钻石山宣传主演的电影《逆流大叔》 现场看到吴振宇住着拐杖进场令大家十分心疼 对此他则说是脚伤的旧患发作 哎呀,振宇哥你好些了没 另外,活动上胡定心和黄德斌则几场示范华龙舟的姿势 这次在电影中胡定心没份演这个场面 他都很期待下一套电影再拍时可以亲自上阵 毕竟平时也是经常做运动的人可以发挥一下实力 而讲到逆流大叔目前已经达到600万的票房佳计 观众们更推崇吴振宇贯顶明年香港电影金像奖的影帝呢 谋方全媒香港报道